哈囉 大家好奇 那我們今天就要跟我們弱斯塔 荒野亂鬥啦 那今天繼續來我們的這個 排位時間了好不好 那最近基本上因為我有開始就是想要認真的練習 跟就是玩我們這款遊戲啦 所以開始就是有跟一些就是那個 觀眾朋友們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歡迎大家就是可以 都可以繼續分享你們自己的想法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我會就是 唉唷 這沒辦法穿這個盒喔 要注意了 我自己的話基本上也是會就是 繼續的就是 看大家的一些小小建議啦好不好 所以大家是非常非常歡迎大家可以留下就是那個 幾分幾秒啊 然後怎麼樣啊 我們哪邊該怎麼打之類的 然後我也會分享一下就是 我當下的一些狀態 那這邊如果大家有覺得就是哲平就是 在玩這遊戲的時候可能那個 欸該怎麼說 就是開始爆出口 或是就是講一些東西 喔那個是始祖正常的喔 因為其實哲平的這個 我不知道跟大家有沒有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的脾氣是真的沒有很好的那一種 所以有時候會很躁喔 但是基本上那只是當下玩的時候很躁 所以我盡可能都不會讓自己去玩那種就是 很高強度的那種就是排位賽或是幹嘛之類的 大家都會知道為什麼我這邊不玩 因為我是會爆氣垂桌子的那種類型好不好 但是通常就是 講完或是發現完就沒事了 而且我基本上都是針對就是 單場的這個狀態來去做一個那個 思考啦喔 然後基本上你們有留言的話 我也去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當下的一些做法 就是如果我覺得你講的不太好的話 那你講的很好的話 我就會慢慢吸收然後去調整喔 這種類型的遊戲就是這樣 那其實因為是最近開始就是想要就是好好的玩啦 所以像以前的話都不care 所以我就是 好不然大家講什麼就講什麼 啊我就爛 但是現在基本上 想要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爬高一點點 而且是因為開始有長時間一直在玩 所以大概知道就是然後大概要注意哪一些東西這樣子喔 那基本上我自己的這個 瞄準準度就不是到就是非常頂優秀的那種人 所以我也不好說什麼 然後其實 我有盡可能的沒有在罵自己的隊友啦 因為 我基本上因為我玩過了一些遊戲 比如說像英雄聯盟啊 或是一些策略性的遊戲比較多 就是 就是打那種比較團體的啦 所以 我對於就是那種戰術的這些就是敏感度 還是有一點點的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喔這個時候大家應該要 往前衝後幹嘛 但我也有跟大家講過就是 這遊戲來說啊 我們不能就是 都一直怪隊友 但是偶爾還是會小念一下 小念一下而已 也沒有說完全是隊友的錯 因為 說真的就是你不管在哪一個 排位位階啊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那個 在比較銀牌或是銅牌的這個位階 那大家基本上的話就是 會那個 會有他那個 那個位置的這個人的這個 該怎麼說 會有這個位置的人的 他們的這個一些戰術環節 所以 很多人就是當初我在玩low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會說 唉唷什麼 唉唷這個人都不會打很爛 之類的 但是 你要知道啊 然後都會一直罵別人說 你這個銅牌啊 或是這個銀牌 但是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也要怪你 因為你如果你真的很厲害的話 你應該就是要 帶帶領大家往前進你知道嗎 就是 你不能在那邊說什麼那個 唉唷你們這些銅牌 有什麼銀牌 沒有 你如果在跟銅牌玩家 或跟銀牌玩家 在一組的話呢 你就要讓自己去習慣 銅牌玩家跟銀牌玩家的這個節奏 好不好 所以 基本上我很少會直接說 就是大家怎麼很爛 或是怎麼銀牌 或是怎麼低端 我只會覺得就是 這一邊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往前走或幹嘛的 像昨天的話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有一個地方就是我比較就是 不能理解就是 那邊左邊有一隻鴨嘛 然後那邊是打這個金庫戰的時候 因為大家有留這個臉啦 他們是覺得就是 我自己也沒有回頭幹嘛的 但是通常我走到第一個的時候 我以一個戰術表跟大家分享 我是一個突擊隊的這個隊長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一個 一個玩家 就是 我們有兩個玩家在後面 然後 基本上 突擊隊隊長已經向前了 那我就是要去進空那個金庫了對不對 那 當你發現左邊有一個鴨的時候呢 你覺得 你覺得 後方的這個隊友 是不是應該去補足那個位置 就是 他應該去注意到左邊 然後他應該要 回去回手 不可能是我一個在最前面的人 回去回手吧對不對 哇 完了 被炸爛 對吧 所以 我當下的這個理解度就是 應該要有人回去守 然後 結果沒有人回去守 然後有觀眾就在下面留言說 我自己也沒有回去守 然後 然後我自己也有問題 你要說真的是這樣子 沒錯 但是 依照一個小隊這個組的進攻環節來說的話 我覺得那邊應該是 後方的這個人員要去做一波防守的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如果大家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荒野亂鬥這邊的這個 就是這個遊戲的這個習性或幹嘛 因為 這個遊戲 牽扯到的東西還滿多的 比如說像 那隻是鴨 那如果那隻鴨的話 你基本上 你要派一些就是比較能夠去 去 十足的打到他的這個角色 因為 如果他是鴨 我又過去守 然後我是貝瑞 然後我是拋執行類型的這個角色對不對 那 我一定會被他秀爛對不對 所以 那邊的話 因為我們當下的隊伍 是有這個愛德加跟那個 跟布洛克的 這兩隻基本上都是可以去跟他車拚的 然後 基本上那個位置是 我跟愛德加在比較前面的位置 然後後面是布洛克 然後 已經在左邊有看到左邊草叢 有一隻那個 鴨的這個狀態下 我覺得應該是布洛克或是愛德加要去守 而不是我過去 又或者是那邊我如果打得更好的話 應該就是 因為左邊還有一個道路啦 我是可以走到左邊的道路 然後再去旁邊丟這個冰淇淋的 我覺得是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反正就是多多打打啦 只是當下我就覺得他怎麼會那麼奇怪 因為 對我來說那個應該不算是什麼新手環節 那個就是一個 戰術上面的這個小環節啦 就是 儘管你的這個技術不好 你大概也會有一點點 是地圖觀或是那種感覺 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這個 這個應該 我自己 個人認為我自己的這個地圖觀 不會再太差 因為就是 有玩過一些就是那個傳說對決 或是Load的一些遊戲 你大概就會知道 就是這邊地方 能夠打什麼東西 這樣 大概是這樣 對啊 所以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分享 然後 我真的覺得就是有時候如果大家覺得就是 哎唷 我這邊可能罵太兇或幹嘛的 那我只能說 我會盡量去調整啦 因為 因為多半數就是 在錄影片的時候會比較亢奮 不然其實我自己內心是沒有在意什麼的 對 就是我私以下 私以下爬分的時候 我反而可能就是 會更牙起來 對 但是我現在已經沒有那種狀況了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就是 互相分享一下啦好不好 那 如果就是只有留言就是留說你很爛 或是沒技巧的這種就是比較 沒有建設性的留言 我就當作就是 就是另類的鼓勵好不好 然後我們只要你有留下就是幾分幾秒 哪邊可以怎麼樣打的話 我們都可以就是 在裡面再討論喔 因為 最近確實是有玩的比較 大家應該有發現玩的比較輕易一點點 所以 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讓自己這個 能力再好一點點這樣子 OK 所以我現在目前來說 因為 我自己個人的這個瞄準度啊 就不是說到真的那麼頂優秀 所以 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推 比較會 我比較強的角色都還是那種就是比較好瞄準的 就是不會就是 不會就是那個剛才有說 你沒有丟到或幹嘛 你就沒子彈能夠幹嘛之類的這種角色 對阿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子 你看像 像愛德加這種近身攻擊的角色 我們可能就真的要用另外一些角色來扁 像我們這邊這個 能夠跟他對抗大概就是潛水員吧 對阿 潛水員可以 完了 我的大招要亂搞 然後有看到留言說就是 幫我們自己的這個夥伴補血的話 好像也是可以回復這個大招的喔 還算不錯 然後繼續繼續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 排位的這個位階是 是沒有到那麼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開始就是 慢慢進步 但其實哲平要進步的話也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因為 我每一次就是那個該怎麼說 我每一次就是那個 在玩的時候阿 我自己這個每一屆 因為時間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能夠爬到的這個位階也沒有 就是到這樣上面 所以 我就是沒有跟太多的這種大佬碰撞 因為你一般來說 你玩這種就是必須肉體熟悉的遊戲的話 你必須要跟很多的這個大佬阿 或是一些高端玩家碰撞之後 你才會就是那個 你才會就是 學到很多啦 那大家說 你可以開關動場阿 沒有開關動場太混亂了 你知道嗎 關動場的話就會變成就是 就會變成被針對阿 很麻煩 所以既然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盡可能先用那個 先用讓我們自己的那個角色先 拉到什麼都有 然後拉到什麼都有之後的話 我們在那個 在開始那個該怎麼說 在開始就是 完了 爛死了 先拉到什麼都滿了之後 再開始練習這些角色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今天大家可能會說 阿你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一定會有留言說 阿為什麼 你那個 這關要選這個貝瑞 沒有 因為我這一周的話 都只想要熟悉一下貝瑞 不管他玩什麼模式很爛或幹嘛 我都玩貝瑞這樣 大概是這樣 因為 其實這遊戲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那個 美美嘎嘎啦 就是 你必須該怎麼說 你必須就是 很多元化 你不能就是只單純 喔唷 欸 欸不是 他那個煙盆過來呀 為什麼呀 他那個煙穿搶喔 還是那個煙本來就可以穿搶 就是你對角色的這個熟悉度 跟認知度一定要拉高啊 你才可以就是跟別人就是 那個 平起平坐的對抗 然後最後才是考驗就是一些那個 角色的超嘟嘟的這個問題 對啊 所以這個 這遊戲我覺得 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啦 好不好 我覺得 因為他有那種就是 相輔相剋的感覺 像這種拋物線角色 那個你用這種近身攻擊的話打 基本上就會很簡單打 但是 你基本上就是 拋物線角色的話 在那個 後期的一些那個 就是比較遠的一些距離的話 基本上 是比較有優勢的 好然後我現在就是 瘋狂幫他們補血 其實後來我昨天也有想過一件事情 因為我昨天在玩那個 玩那個什麼啊 玩那個就是陣地 守備的時候 因為我的這個冰淇淋都是往前丟的 對不對 我都是往前面丟的 然後後來思考一下就是大家的留言啊 雖然大家也沒有留說我可以幹嘛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應該也不能怪他們都不往前 我應該要針對他們的位置 然後幫他們補蠻血 然後再讓他們往前 這樣的感覺對不對 應該是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小事情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再繼續 針對就是我們整個影片的這幾場對決 然後的幾分幾秒 然後拉一下 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討論啦 希望就是不要就是 只有就是留什麼很爛 或是你根本不會玩這種就是 這種留言就很沒建設性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一點幫助都沒有啦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討論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可不可以變得更厲害了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啦 來